樓梯機, 坐上是什麼感受呢? 先坐下 好, 然後呢? 你先藍著安全帶 好 我開始放斜 你每一個程序都會大家溝通嗎? 對, 大家知道大家在做什麼 對, 還有使用者都會知道 因為動動, 會有準備, 會更好 好, 現在開始了 這部機器很重 操作完, 其實是要拉電腦的 去到樓梯邊, 其實真的用很多力 看到操控管 是 這裡這個位置顯示樓梯向上 是 你按這個按鈕, 它就會動 你看著腰, 最重要是腰 繼續按 繼續按 不要停, 手不要停 對, 那你就完成一級了 對, 那就一級了 操作的時候, 腰一定保持直 直直的, 對 你真厲害, Bione 到了 現在我們接著怎麼做? 我們進去接伯伯 現在我放斜一點, 好吧? 現在開始切了 是 因為今天地下線, 所以我們可能會做的時候 操作, 我們盡量會慢一點 慢一點, 對 我們看看它, 已經整個臉都是汗 因為我們沒有樓梯機, 真的沒有一隻腳 下不了, 下不了, 走不了 但是如果有樓梯機, 可以在這種生活的情況之下 能夠得到一些希望, 以及得到一些歡樂 在做這件事之前, 完全對樓梯機是沒有認知的 上課也知道這麼辛苦, 還繼續做 你不怕弄傷嗎? 年輕人可以走, 當然沒問題 你想像一下, 如果行動不方便 幾年的疫情 三年不下樓是一回事 我真的覺得很有意義 我想, 如果我能夠幫助那些人下樓 讓他們可以出去做甚麼都好 看醫生, 買東西, 去逛逛公園 見親人, 都是好事 我很記得, 我第一次出服務的時候 那位受惠者其實都挺年輕 其實五十歲, 你想像中 不只是因為你年紀大, 或者你原本就行動不變 原來你可能因為有些疾病 可能都會引致你有些時間, 你是行動不變 我們有一個眼神的接觸 在他看著我的時候 我感覺到他那種無奈, 還有那種感激 我最初會不明白 但是女生之家, 你就馬上看東西就好了 舒舒服服, 是不是? 陪著小朋友玩就行了 但是今天說一句很對的就是 如果我做到也不做的話 這些老人家或者有需要的朋友 真的不能去街頭 他去做一些東西幫到其他人 他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 他用他的體力去幫人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欣賞他 最大的滿足感, 當然是送到受惠者出去 他們回來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他們的面容 都是輕鬆很多和開心很多 就是你做了一件令人開心的事, 自己也開心的 而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 自己也開心的事 就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 意在服務都有幾多不同的類型 有一些會幫使用者去覆診 回去醫院覆診的人士 可以乘巴士, 可以乘地鐵 但是因為下雨, 你在巴士站 風吹雨打, 你乘地鐵不是一步到位 我們這一輛車正正可以點對點覆 你何時開始, 為何會開始做這個意在服務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護士 見到很多輪椅使用者 他們出街, 或者去覆診 都遇到很多困難 誰知上網一邊找一邊找一邊 便找到有這個意在服務 這也是我個人的感受 因為我很多年前, 我婆婆中風 很困難找車去覆診 我記得我最惆悵的 就是由醫院去老人院中間那段車程 哇, 我真是頭都大了 你找人由醫院載她去老人院這段路 哇, 你真是…你突然覺得怎樣 我怎麼辦 多一些這些服務 受惠的人不會覺得沒人理會 很孤單 你現在去哪裡呢 我們現在去沙田接河先生和河太 會去山頂看風景, 吃飯 河先生和河太, 你好 輪椅人士出行困難 河先生受限制的日常 令生活質素和身心都受到影響 我先放尾板下來 好… 現在河先生就上車了 這樣就可以慢慢上車了 先扣車下面的帶子, 再扣 然後還有一條橫帶 我看到, 我看到在這裡 這個嗎? 對, 有沒有冷藏嗎? 沒有了, 舒服 舒服 好, 那就安全了 我們可以出發了 想問一下你, 吉哥 平時你的任務就是來到這裡 幫他們上來這裡, 讓他們靜靜地玩 還是在下面等下他們就算 要聯絡保安局, 開電梯 都會跟他們來拍照 把時間這麼寶貴 交給他們和家人享受一下 看到他們玩得很開心 那你也很開心 我自己也很開心 吉哥的善心和細心 默默意在輪椅人士走出社區 令他們重拾生活樂趣 如果你是第一次上來 我可以幫你拍張照嗎? 我是否要偷偷地面 做善事的人是否真的會開心一點? 再過這麼多的朋友 有沒有試過像何先生一樣 出道來吃東西很開心呢? 那個伯伯其實很少過海 自從他需要輪椅之後 和家人一起過海吃飯 還要去一些自己很有回憶的地方 問回伯伯 剛才那頓飯是否正 第一件事他不是回答我好不好吃 是嗎? 是說 整家人陪我出來這裡吃白飯都好吃 我們一家人吃飯 看似很普通的事 原來有一些朋友是這麼難得的 而再出遊的意義 可以服務到有需要的人 幫他們實現願望是很開心的 除了這次有甚麼難忘 因為是一個伯伯 在院舍裏面 後來我去到公園 撕到其他家人 他們是四代同行 我都做了一貫的工作 幫他們拍照 過了大約一個多星期 社工就說爸爸回到添加了 都收到家人的WhatsApp 他都很感謝我們的 這個服務 你說是否只能幫到輪椅使用者呢? 如果就這一個個案來講 就幫了四代 因為他們有一張這麼珍貴的家庭照 每一個我們見面的機會 其實得來不易 沒錯 是的 好好享受每一天